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人生好像被按了加速键 还记得刚出国的时候 一个人在多伦多生活 跟着朋友一起去吃晚饭 偶尔去性能车聚会 再想起我的青春 那应该是接近十年前的事情了 之前做过一个五年的爱情总结影片 那里详细的聊了聊我与她的故事 也许长长久久 就是从一点一滴的柴米油盐开始 从14年11月7日 在多伦多认识 在一起 到16年 我们一起去温尼博 2020年2月份 在小鱼的求婚 10月我们搬家到卡尔加里 1月我们领了结婚证 两个人 一只猫一只狗 生活没有很大的压力 也没想过要改变什么 直到她的到来 其实刚开始没有计划要孩子 毕竟养个孩子真的不便宜 但小鱼的到来 就像老天送给我们的礼物 因为她 我们的人生轨迹彻底发生了改变 一个父亲 可能永远不会准备好 做一个父亲 但是我们都在慢慢的适应 新角色的路上 因为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 我开始疯狂的接单 旅拍 婚纱 家庭摄影 照片 视频 只要价格合理 我几乎都是能接就接 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换位思考 有些事情只有自己做了父母 才会明白 每天搭着肚子 十月怀胎 每天睡觉 只能测躺 因为血糖很高 所以她一年没有吃住食 因为器官受到压迫 所以她经常会胃胀 我记得第一次我们听到宝宝的心跳 第一次做鼻操 看到她的样子 记得医生说 看不到她的鼻骨 然后你伤心了一个星期 怕她没有遗传我的高鼻梁 怕她没有那么可爱 有时候你的情绪会很不好 有时候你会崩溃在我的怀里哭 我能做的 也许就是抱着你 和记忆骑 做过一切 11月17日这天早上 看完OB之后 工作开始了 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去了医院 幸运的是已经开了三指 我们可以留在医院 不用反复地回家等待 下午1点 我们到了产房 医生开始给你打无痛 那应该是一根很粗的针 直接打入背部 可能是由于过于的恐怖 医生让我抱着你 坐在你的面前 我也看不到那根针的样子 当你痛苦地抓紧我的手的时候 我能做的 只有紧紧地抱着你 也许更多的是 对于生命的敬畏与震撼吧 整个过程其实并没有很血腥 但是每次push 我都可以看到 小鱼的头一点一点的出来 直到5点30分 她被医生拉了出来 我手忙脚乱地 接过剪刀 剪下旗带 我才反应过来 我做爸爸了 看着她的小手 看着她的脸庞 泪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真的不知道该如何用语言来形容这种感觉 在这个城市 我从此有了牵挂 在这个地方 我们扎下了根 因为她的到来 我们有了自己的事业 我们有了新的奋斗目标 在医院待了24个小时之后 我们带她一起回了家 布丁对于新成员的到来 非常的激动 由于怀孕期间 一年没有吃三文鱼 在回家之后 我立马点了三文鱼外卖 当母亲真的是很不容易 从此之后 我们开始了宝爸和宝妈的带娃生活 开始了两斑倒 轮斑制 喂奶 换尿布 也许生活从来都不easy 但有些事情 都给你带来的幸福与快乐 会让你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小鱼 希望你健康长大 快乐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